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陈慕坤 我是伦敦商学院的老师 我是从2014年开始在伦敦商学院授课 我的专长是在金融、财经这一块 一般我都是教比如说 大际、统计学、应用经济学 还有财务分析、金融这一块 所以我的专长是在这些方面 我最擅长的就是在教财经这一块 尤其是财务管理、金融学这一块 因为我本人时常都在每周 都有在新加坡新传媒的电台受访 而且时常也有其他的国外的媒体受访 为什么学生们很高兴 讲说老师你在教书的时候 你几乎不用看讲义 我讲就是的 因为老师每周都在受访 时时刻刻都要注意 实在的金融实际的发生的情况 然后我结合课程上 学术的跟实际的一个结合 所以学生觉得他们学习的跟扎实的 能应用 所以他们也是很高兴 时常跟我分享很多 他们看到媒体的一些事情 或者他的倾盆器语 在投资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时常都会直接的提问我 来接了课程上学手 所以老多都低 所以时常交流跟互动 学生说效果都非常的正面 所以他们学习的非常的开心 也是这样 如何激发学生 是我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为一学生来到这里 可能他的自信心有怎么强 所以也要怎么激发他们 所以我时常跟他们讲 我们的伦敦商学院 现在有很多合作的项目 同学们只要说要尽力的学习 要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要一步一脚印慢慢的走 虽然别的人可能走得更坏 但是你一步一脚印 能走得更长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我在这里面对的一个挑战 就是要如何激发学生 然后使他们对自己有信心 尤其对学习 对未来 对将来 我们这里其实有一个 所谓的英语的补助班 有下午的课程你可以早上来上 这个英文的补助班的话 是同学们认为它要提升它的英语程度 而且我们的老师都是专业的 有很多都是来自海外欧美的老师 这是洋老 洋人老师的 来教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键双雕 为什么呢 如果你有早上的课程的话 你下午就来学这个 所谓的英语的补助课程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学习英文的话 提高你英文水准 对你在这个本科 研究生 博士班的话 等等在表达能力方面 在写作方面 在影书方面 会提高你的水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